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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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三文盛 今天指數下跌了78點 好 有些人說 證所稅廢掉之後好像只有一日行情 其實證所稅廢掉不是一日行情 而是一個很長遠的行情 這個行情是要還我們三年 接近四年少賺的 過去減賺的 我們要一段賺的 就像最近幾天 非常多的新的會員朋友來參加我們 來參加我們 絕對不是因為指數大漲 要先聽清楚 絕對不是因為指數大漲 反而我們新的會員很多的原因是 指數大底 指數大底的時候你才會看得清楚 到底買什麼股票你會賺錢 對不對 到底買什麼股票你會賺錢 4174的耗頂今天再創波亂新高 對不對 再創波亂新高 今天指數在哪裡 今天指數在這個地方 4174的耗頂再創波亂新高 今天4164的乘業一再創新高 你完全不需要去管指數漲還是跌 今天4726的永興也是最近的最高點 你都不用去管指數漲或跌 對不對 很多人跟我們說 那如果先前 耗頂成業一 那個時候9月多 9月多就只是 我跟你講9月多很少人可以講生計股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少人在還沒起漲前 就跟你講生計股 對不對 但事後你發現康有漲一倍 耗頂創新高 然後安客狂飄 掌握狂飄 左燈狂飄 那現在 越來越多人認同生計股 現在你打開電視 很多人都告訴你說 生計股是主流 那當然啦 新聞媒體都告訴你啦 對不對 蔡英文的副手 已經選定了 這在上個禮拜 就跟大家講得很清楚了 好 告訴你生計股這一波要大漲 好問題 大漲 漲多少算大漲 漲多少算大漲 這是重點啦 現在很多人告訴你要大漲對不對 但是沒有人能夠告訴你 漲多少算大漲 你覺得漲多少算大漲 今天陳奕儀在這裡 請問要賺多少錢才銷大賺 要賺多少錢才銷大賺 來 今天 來 陳奕儀在哪裡 陳奕儀今天已經來到67.8元對不對 67.8元 你幣子已經每天你買都會賺錢 好 VCR在這個地方 我們沿路都有在做操作 沿路買進 在這裡要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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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都過去了 都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現在又有更多人 聽清楚喔 現在又有更多人 把手中股票停損 好 因為他之前買的不是生計股 把手中股票停損 毅然決然 來加入我們看好生計股的行列 那表示未來會有更多的買盤 來買我們手中股票 那我請問你 什麼股票會是未來最強的標的 好這個需要技術喔 真的這個需要技術 因為很多人不是不看好生計股 而是你不知道生計股的產業是什麼 你不知道怎麼去做研究嘛 對不對 好來我跟大家講 就算到最近喔 你說這樣子不好做 這樣漲很多不好做對不對 你買在這裡就很好做啊 你買在這裡就很好做 你買在這裡就很好做 看你要不要賣掉買另外一檔嘛 對不對 看你要不要賣掉買其他股票而已 都很好做 怎麼會不好做呢 每一檔都很好做 好那我跟大家講 我不跟你講過去 我講未來 好未來 好 大家講這個嘛 對不對 聯合股科已經來到87.2 它的本益比34倍不算高 如果你跟大陸的一個所謂生計股來比 大陸的生計股本益比34倍算低的喔 因為大陸的生計 依財股都40到70倍喔 聯合股科這樣子是87塊 它前三季算1.9 你要把數字記好 它是做依財的 前三季算1.9 它都可以創新高 因為它有佈局大陸 所以現在告訴你的是 如果佈局大陸 賺的錢又多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漲 很容易就會比價 對不對 有一檔股票 它前三季賺2.84元 本益比 第三季賺2.84元 第四季預估賺2.8元 一整年要賺5塊多喔 然後股價比聯合股科便宜很多 本益比才一差倍喔 這加碼對不對 跟中國的醫療機構 訂立合作契約的 已經有400多 在接近500家 那關係也都不錯 子公司要規劃大陸掛牌 對不對 這個是前天跟大家講的 昨天漲 今天再漲 昨天漲沒什麼 因為昨天指數大漲 今天再漲 對不對 今天再漲 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要去買的股票 是用比較的 用比較的 什麼叫做比較 來 我給大家看喔 這檔升級股 如果你用看的 你覺得它會不會漲 這月線圖 你一定認為它不會漲 為什麼 因為這是月線啊 你看啊 漲一段 那怎麼不到會漲 那表示你不了解 表示你不了解 我跟你講這一檔 很有可能 機會很大 會是未來的大標股 為什麼我們第一檔 可以買進4174 為什麼 而且我節目上公開跟你講 它會漲喔 一定會漲喔 我會懶得跟你介紹什麼東西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可以買這個 為什麼我們可以買這個 安克 都七張點妹喔 來 因為我們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真的 我們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你自己看 這檔股票 如果你看月線 看起來不太會漲 對不對 這個基本面 是沒有見報的消息 這是法人圈 私底下拜訪的結果 它是台灣最大的醫美儀器代理商 好 上面都不用看 我們就看月線就好 好不好 現在看起來不太會漲 對不對 那你仔細看喔 它每隔一段時間 大概一年多 大概一年多 這裡漲一段 剛掛牌漲一段 這裡漲一段 這裡漲一段 現在在這裡 好 那我們分別看一下 這一段是漲多少 來 分別看一下這一段 這一段 是從114塊 漲到185塊 是漲了62% 從這裡漲到這裡 好 是漲了62% 第二段 這一小段 一小段 是從79塊漲到130 這樣子 短短也漲了65% 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 好 這一段 從71塊漲到129 一下子就漲了八成 你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家公司 它越 它不太會漲 但是一次漲 漲62% 漲65% 漲80% 而且越漲的幅度越大 現在這裡會不會漲 一定說不會 好 因為要等到漲停之後 再去鎖漲停板 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你真的 做股票跟人不一樣的地方 你如果真的贏錢 那個真的是少數中的少數 就像你自己看 今天成交量是多少 成交是830億嘛 對不對 表示什麼大家都沒有贏錢 什麼時候成交量會很大 什麼時候成交量會很大 等到大家都賺大錢的時候 成交量會很大 表示什麼 大家還沒有賺大錢 表示什麼 未來很多人會買我們 現在手週股票 再講一次 未來很多人會來買我們 現在手週股票 來你看看 是不是長這樣 好 這個醫美 最大的醫美儀器代理商 好 代理雷射賣充光 這個雕塑皮膚緊緻的 還有皮下填充的 這些都是最好賺的一個代理 那目前台灣的一個比重賺 占70% 那三成來自於中國大陸 跟港澳的部分 好 我們講這些 我就寫在這裡 就不念了 韓國上市公司 跟這一家公司 有合資 成立一家公司 切入肉毒桿券的市場 好 重點 韓國的上市公司 這一家公司漲了多少 如果韓國跟他上市 合作的這家公司 他漲很多 假設漲很多 那表示他這個市場很好賺 他未來可能會大漲 對不對 韓國的上市公司 因為上市你就可以看他有沒有漲 好 那你覺得韓國上市公司 漲多少應該算多 他這幾年 兩到三年來都沒有大漲 而且比掛牌還低 那韓國上市公司 你覺得漲多少算大漲 漲六成 漲七成 漲一倍 漲兩倍 不可能吧 然後股票都漲兩倍了 好 我跟你講 韓國上市這家公司 跟他合作的這家公司 他的K線長這樣 他長這樣 這是韓國上市的公司 2011年的時候 2011年6月18號的時候 他才18400韓元 18400韓元 你有沒有看到 18000韓元 漲到58萬 韓幣比較便宜 這沒有錯 他從18000韓元 漲到58萬 這是漲 三倍不是 漲31倍 漲31倍 這家公司做醫美相關的 他可以漲31倍 那這家公司跟他合作 然後切入一個肉毒管理市場 表示他們做的都非常好賺 那他們如果做的都非常好賺 那我再請問你 這家公司如果過去一次可以漲六成 一次可以漲六成 一次可以漲八成 現在有沒有漲 沒有漲 那你要不要買 要買 前三季賺3.15元 禁止超過40塊錢 股價60幾 做股票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只要你比別人早知道 你只要比別人早知道 對不對 你只要比別人早知道 一切都是你的 真的啦 一切都是你的 現在會有很多人告訴你 升級股市主流 很多人告訴你 蔡英文的副手選定了 升級股是主流 那廢話 你就看到你手中股票跌了嘛 其他的股票都落啊 只有升級股去啊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啊 這一段時間 只要你買升級股的 只要你買我們手中股票 哪一檔不是大賺 每一檔都是大賺 你會很懷疑說 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陳業儀 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 4726的詠心 4174的號頂 為什麼一定會大漲 對不對 當你在想這問題的時候 代表我們大賺了 當未來很多人 想來買升級股的時候 代表很多人 要來幫我們抬轎了 所以我跟大家說 簡單 來 最近辛苦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夠多 來 升級大行情 第二次 第二波標股的候選人 既號頂 既康友 既詠心 既陳業儀 既安克之後 有三檔股票 三檔股票 寫在這裡 我剛跟你說的那一檔股票 在第一個 來 這支 我也不會準 要留給你自己做印證 好 我不只要賺錢 我還不怕你知道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不只要賺 我還不怕你知道 就像什麼 就像這個一樣 來 靜姐我跟大家說 不用怕你知道 對不對 賺錢是很光榮的事情 當指數連續崩跌7天 都跌100點的時候 你發現賺錢是很光榮的事情 F康有6452 6452 賺錢是不是很光榮的事情 9月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9月在這裡 你看到VCR的時候是8倍 今年 你看到VCR的時候是180 對不對 4174你看到VCR的時候是在這裡 4164你看到VCR的時候在這裡 4726你看到VCR的時候在這裡 你今天在這裡 不怕你知道 怕什麼 怕你說 再給我一檔 好來 現在要不要囉 很多人要來幫我們抬轎 現在很多人都告訴你 現在生計股市主流 當一切都確定了 證索稅廢掉之後 然後 全部都抵定了之後 你發現生計股市主流的時候 你就確定我們要賺更多錢 但是我們不要焦 我們要低調 我們慢慢賺就好 漲停板留給別人去鎖 你先第一檔布局買好就好 我不知道等等電話會不會滿線 滿線會幾分鐘 這個 來 限額鎖取 限額鎖取 只要你是這一段直接打掉進來的 只要你打電話打得進來的 我送給你 3級5票 剛剛跟你講的是第一檔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階段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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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资自己潜力无穷 现在订阅理财周刊一年52期 限时加送8期 总共60期只要8188 详情请洽定购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请您或上李宗网站查询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精英家具 一次都能够买其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件现正事实中 最近成交量很小 其实我还蛮喜欢成交量小的 为什么 因为成交量小 毕竟不会是头部嘛 对不对 最怕是什么 最怕就是成交量很大 那为什么 我们讲 证所说废调不会马上大涨 说这种废调会大涨 那个是长期的时间 对不对 因为散户他需要看到股票涨 他才会去买 那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肯定未来大户会 陆陆续续归队 那大户一开始 他还没买满之前 他也不会拉涨停嘛 我问你啦 我请问你 很简单啊 假设我有3亿到5亿的资金要买 我才买个两三千万四五千万 我要不要股票涨停满 当然不要啊 我先布局就好了 对不对 但买满之后再拉吧 那所以你现在去想 哪一些公司 哪一些公司 他一旦涨上去 他就算涨再多 也涨得不算多 听清楚喔 他就是说 起来很多也没算多 你说老师 你这4164最含 这哪一含 你说的含就是 你没贪力 你说最含了 这哪一含 这不含啊 我就跟你讲啊 9.148嘛 今天多少 今天67块8啦 那你有没有赚很多 没有啊 67块8还不到148的一半耶 67块8还不到148块的一半耶 我跟你讲 做事 我们要有个公平啦 这支叫综裕啦 综裕150块钱 150块钱是三年前的三倍 三年前的三倍 未来要挂牌 对不对 4174 524块 是三年前的五倍 三年前浩定一百而已 浩定去五倍 年劳 4147 这个未来大家都要买的综裕 涨三倍 那凭什么我们这么好的公司不能挑战高点 你跟我讲啊 如果挑战高点我赚翻 对啊 那你说老师你现在赚翻 没有错 我们现在就是赚翻了 啊我跟你讲 什么时候跟你讲 我不希望涨停板再跟你说 你只要确定哪一些股票 哪一些股票 就算它涨上去喔 就算它涨上去 大股东还认为它涨的不够多 因为你跟很多股票比 它真的涨的不算多 代表了我们赚的太少了 对不对 存业依44块 当时的不暇 我跟他说谢谢 谢谢 你如果要台帳 你拜托你快喔 你不要涨了五六支涨停之后才来说 我要买这一档喔 这一档是癌症治疗的龙头 拥有大中华区独家的代理权 跟安克一样 拥有唯一财引第一 独家的代理权 上半年刚取得中国CFDA两张许可证 刚取得 而且目前刚与中国大陆多家医院 签订合约跟意向书 刚刚取得证书 所以现在营收还没有灌进来 那你说老师是赔很多钱 没用 第二季 单季赚0.78 0.78已经高于安城了 高于安城了 这个刚取得的证照 是不会显向在第二季喔 会显向在未来喔 安城要多少钱 安城要何 南瓜4180 第二季赚不多 0.69元 股价220 第二季赚0.69元 之前都赔钱 第二季赚0.69元 这个股价220 好 拿看这里 第二季 雖然也七八 股价最高148 现在股价不到48 大股刀有正商背景 如果你的朋友 是大医院的 大医院的医生 或者是所谓的管理阶层 你去问一下前医测会董事长 有没有很厉害 医测会董事长 如果你是大医院的 你问一下 医测会董事长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这个人 政商关系非常好 然后又有新加坡的基金 那外资十股四成 那我先讲好以后放V价给你看 对不对 以前最高148 现在48 不到 真的啦 你可以想像说 最近指数连续的重挫 好不容易反弹一天 今天指数又重挫 成业今天创新高67块多 对不对 我所跟你讲的时候 44 4子4 我每个会员都有 而且买很多很多次 买很多很多次 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我们的成业一 对不对 我们成业一 你什么时候买你都赚钱 什么时候买你都赚钱 这差很多喔 很多人说现在要来参加我们会员 为什么 因为别人在停损 在停损手中股票想买生计股 那我请问你 假设你的手中股票 它已经离你的成本价15% 20% 还有什么红准之类的 都跟你讲说这不能买 对不对 因为就落到这 那你要不要卖 你怎么看好生计股 难道停损掉买生计股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大家水深火热啊 所以成交量很小 问题的时间很小 因为你手中股票是套牢的 就算你认为现在生计股会涨 你也很难把手中股票砍掉 买生计股 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这么做 把股票砍掉买我们的 那你何必 何不一开始就买我们的 你吃得西北丸就好了啊 对不对 一开始跟我们一起买就好啦 你都不用赔还赚钱 真的 涨停 涨停 创新高 创新高 58 座价差 对不对 卖一半再买回来 对不对 清清楚楚 再涨停半 对不对 62块 跟你说烙意义生计股标股 你说老四企股很多 什么企股很多 你买不下手的时候 就是股很多是什么 好来继续 对不对 今天多少 今天67啦 呵呵呵 后来两个钱啊 67啊 真的67块啊 那四企股是多少 500块啊 不是生计股不能做 而是大部分人对生计股不了解 真的大部分人对生计股不了解 如果你了解的话 你就会发现 浩鼎你赚太少了 康友你也赚太少了 勇熙赚得差不多而已 陈月仪还要继续再赚 那哪些股票会是第二波 盘面上最强的股票的可能性 我跟你讲 我们都买在低档 都买在低档 这个是月线角度 这样子有没有涨 没有 高点是185 现在是60几 这样不算高了吧 那你说老师有没有涨过 这里涨一段 这里涨一段 分别涨一次是涨六成 分别涨一次涨65% 你仔细看 都没有起涨 一段起涨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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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就涨八成 都没有起涨 一段涨停就往上拉 对不对 好 那这一家公司 它又跟韩国上市公司合资 切入肉毒管卷的市场 那这家上市公司 股价 股价不是涨 百分之三十一 也不是涨三倍 它股价是从2011年到现在为止涨了三十一倍 从18万的 一万八的韩元 变成五十八万的韩元 代表什么 这个行业很好赚 真的 代表这个行业很好赚 哦 这一家很好赚 高平的去三十一倍 那前三季已经算三块了 禁止撑货四成了 又这么好赚哦 万一未来大赚呢 好 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讲 不是生技股不好做 而是你不了解而已 如果你买到浩鼎 你买到康云 你买到永熙 你买到前衣 你买到安科 你是我们会员 你会很清楚 一二三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那这个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可以 好 等等 你打电话来 好 这个给你限额索取 不怕你知道 怕你不知道啊 不怕你没有买 是怕你没买到啊 没买到 哇 诚意这么凶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会长就是会长 好 看你的眼光 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想去 没买到 其他人 不想去 不想去 快点 就能资料之为 不想去 不想去 prioritiz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